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注节目 俗话说 人过三十不学艺 然而我现宋庄镇的黄叶如先生 年纪六旬 却开始迷恋上了 仿古青铜器制作供应的学习 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对这项记忆魂牵梦绕 一往情深 为此还专门创办了一家企业 开始了他全新的创业之旅 前不久黄叶如带着他的青铜器作品 到深圳参加第六届 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此次深圳之行 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五月份又参加深圳的温泊会 在温泊会上 咱们战士的小国也很强 在广东东莞 和一家大型的家具行业 潜力了长期的合作 合作这个经营关系 另外这个汉国里 有一个 十万中国城里主持回舍 也要邀请到汉国去 实地考察 并且要把咱们的产品 要引进到汉国去 黄叶如是我县宋庄镇白鲁村人 年纪六旬又开始 仿古青铜器制作对他来说并非偶然 由于家族文化传承的原因 幼年时的黄叶如耳濡目染 不仅对青铜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蒙发了一个青铜器梦 据父亲讲 我们家这个 从收藏青铜器到制作青铜器 已经传承四百余年 从十一二厘历死活 就这个对 就我们家 通过爷爷那一辈子 留下来的 也有些青铜器的珍藏品 这些珍藏品 偶尔父亲拿出来 让我们都看看 看了以后 对青铜器就感到很有兴趣 觉得很好玩 并且在 这个 有效的心灵中间 就是说自己要是 能把这些东西 亲手做出来 在当时来说 也有这种梦想 和理想 我跟黄叶如 交往也都是四十多年了 他经常会流露出来 这种想法 当我老的时候 当我干不懂 其他大事的时候 我要给祖上这门手艺 要使起来 要传承下去 所以我要在我的有生之间 能给洛阳的青铜器 能亲手做出来 展现给世人 也不许多一层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在黄叶如 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 他所从事的职业 跟青铜器 几乎毫无关系 他只能把梦想 深深埋藏在心底 特别在计划经济事务 国家当时也是不允许这样做 当时那种政治形势 他不认为你是在做文化 而是认为你是做古董 反古董 你看古董贩子对待你 所以那时候 这也不敢做 没人敢做 然而黄叶如的青铜之梦 并未因此而泯灭 一个偶然的事件 让他重新点燃了自己 梦想的火种 2007年 突然有一次从电商 看到宝岛在门 罗王遗传县 延建村 全村都是做青铜器 农民发家支付 高文化餐业 当时心里都感到很惊奇 说以前这都是 这都敢古董贩子 不敢公开 偷偷摸摸的事件 现在中央态度公开来 宝岛宣传 并且要鼓励这样做 砍掉电视以后 我就亲自泡到盐盐去 考察了整个那个村子里 家家户户 试想我人生梦想 这个机会 我就得来了 说干就干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 黄叶如创建的 洛阳粤玉青铜锈线公司 于2007年10月 建成投产 建厂初期 黄叶如就决定 把产品定位于 仿复制青铜器 文物精品 希望通过自己的 青铜器产品 能把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 展示给世人 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东西 也通过我们祖传的机翼 一定要展现给后人 作为罗阳人 我们罗阳这个 在历史上 也出土了不少这个 青春气 像首面房顶 木骨房磊 女房磊 绝背 这些器物 它的造型也都很精美 我想用我自己的亲手 把这些精美的器物给它 仿佛制出来 这是咱们罗阳人的骄傲 然而事业并没有 黄叶如想象的那样 一帆风顺 2007年底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忙碌 黄叶如和工人们 一起把第一批生产的 40件产品 放入摇炉烧制 并进行胶筑 她和大家一样 躊躇满怀 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成功 然而随着 一件件产品的胶筑完成 人们的心 也一点一点凉了下来 这40件东西 铸造了十来件的时候 就一个都没成功 我排泄许网在这里面 那么你是一件 你能出来成一件 我心里也就踏实安慰 但是最终也没成功 前往八分以后 其中有一个富重信仰 通货流体 但它是哭在表面 我是哭在内心 一个是从经济上 也确实造成重大迅势 另外就是说 更着急 更没着落的是 下一步 怎么办 那晚上自己在床上 也是泪流满面 那种心情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受 第一次生产 就是企业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十几个人 两个多月的心血 瞬间化为泡影 黄亦如不甘心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破灭 他把痛苦埋进心底 迅速召集技术人员 一起总结分析 出现问题的原因 原来青铜机制作从 构思设计到造型 制作模具 涮蜡剑 到最终铸造成功 需要三十二道工序 虽然有祖传记忆 但黄亦如之前 从未亲手实践操作过 由于技术掌握不到位 垃圈表面挂不上沙浆 所以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黄亦如带领工人们 开始了一遍一遍的尝试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样去突破这个难题 我们也确实想了 又想了更多办法 刚开始呢 就想了弄点洗衣分 把它表面的油给它洗洗 你看一般的香草 肺草 洗衣分 都是出油出狗 才就是这种办法 但是不行 这个以后又 把那肺草 给它跑成膜 去洗还不行 经过反复的各种办法都死了 最终还是又用了 集中化合物 给它租入到一块 解决了表面这个油的问题 这样子做 在这个工序上 我们就突破了一个 最大的难关 茅宫顶是西周晚期的 一件重器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茅宫顶内壁住有 明文32行 共497字 为现存青铜器中 明文最长的一件 并因此而赢得 青铜器王国里的 皇帝之美誉 在各项技术日真成熟后 黄叶如决定 挑战尖锋技术 仿复制茅宫顶 这个茅宫顶 据我说之 现在目前咱们国家 还没有 这个其他的生产 这个工艺 把它的 仿佛制出来 我估计他的 最大的原因 还是在 内饰这个 名文上 说这个是 技术难关 是难以突破 他这个 这个名文啊 他不但是字数最多 而且他这个 字也很小 并且是 金文 你要是 这个在 如果不洗钱 不去高度重视 说这个名文做出来 他最起码是 达不到效果的 为了 这个 把这件 模工艇 给他 完完整整地 复制出来 有时候在 多么是在 作梦的中间 一个晚上都睡不成觉 作梦也是说 这样把这个名文做进去 韬光养晦 后积勃发 2009年11月 黄叶如带着48件 精心打造的青铜器物 来到上海 参加由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 2009年中国房古工艺品 及技术展览会 黄叶如攻克技术难关 制作成功的高仿毛工顶 在展览会上一露面 就引起了轰动 作为黄叶如朋友的 李根柱先生 见证了当时 激动人心的场景 在这个 展示的现场 上海博物馆的院馆长 省西博物馆的馆长 首都博物馆的院长 包括在中国文物学会的会长 他们都多次到这站台前 那他们缺掉以后 有的板子亭穷写过来 拿着防打架 有的戴着眼镜 这个来看 当时反正看了以后 专家的评价确实是很高的 这是罗阳的 好像罗阳 应当是罗阳 把这个很厚重的文化产品 藏在深归人味时的 黄氏粤玉青铜器 在这次展会上一鸣惊人 凭借无人堪比的毛宫领 摘得唯一金奖桂冠 而其他产品 也以其精美的造型 逼真的表面 做旧处理工艺 荣获仿古青铜器 优秀仿制奖 其中仿西汉 汝丁文胡等两件作品 还被中国文物学会 收藏鉴定委员会收藏 在开发仿复制青铜器 文物精品的同时 黄也如还结合 洛阳地方文化特色 自主设计研发了 洛阳牡丹凤瓶 天子架六 高浮雕洛九龙瓶等 六大系列 上百个规格品种的 工艺新品 这些新产品造型 或古朴端庄 典雅大方 或富丽堂皇 庄重大器 做工工艺考究 形象刻画 唯妙唯孝 栩栩如生 产品一经面世 就受到了极大关注 今年以来 黄也如又先后参加了 在北京举办的 洛阳文化产业精品展 和深圳文博会 与广东北京等地客商 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 截至目前 客商订货额 已达到一百多万元 越于青铜器有限公司 形式喜人 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 在追寻青铜之梦的道路上 黄也如并没有就此止步 她的心中 又在筹划着一个 更为远大的目标和梦想 估计在有两年到三年时间 品种能增加到 四百到六百个 甚至上千个品种 我想在洛阳建 就把这个青铜器博物馆 给建起来 据我说之 咱们国家现在 专业里 青铜器博物馆 并且有一定规模 想上 几百个上千里 这个品种里 现在还没有 如果能将来实现我这种梦想 一个是 对我们 黄死 四百年的 这个 传承 是一种 发扬广大 另外 也是传承了 中国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 黄亦如心存自信 勇于拼搏 克服了重重困难 一步步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面对心中的梦想 黄亦如仍然在不断攀登 不断进去 让我们共同祝愿 黄亦如早日梦想成真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